就算我死了你懂我還會寫一封一封書 張少涵你混蛋 張少涵被控毀約棄養父母 母輪牌勞就不怒汗苛從認錯 任何人都不希望自己的家庭 是會有這麼多的事情發生的 36歲張少涵家屬風波再起 他2008年爆發與媽媽為情反目 當時他受訪坦誠母女圓禁 2009年爸媽指控遭他棄養 張少涵開記者會反扣媽媽捐款上億資金奧跑 2011年爸媽與張少涵友人爆發衝突 上演全武行 如今家醜風波人未平行 張少涵舅舅跟張爸接受蘋果宣放 指責張少涵未履行 每月給父母6萬生活費 及各買一棟房子的承諾 你會請回到哪裡 會什麼戶頭 會什麼名字 會給誰 有台幣6毛錢 我跪下來跟他磕頭 他說買給我妹姓買給我妹妹 請問一下他現在在幹嘛 他現在房子在哪裡 懷胎你10個月 好不容易培養你當歌星 你這樣子對父母親 你怎麼想在張少涵面對面 在爸爸媽媽面前跪下來 磕頭認錯 江里勒表示 張少涵媽媽為了生活 遠赴越南交人間牛排 月薪僅1萬2台幣 而從事直銷的張爸收入不穩 背負60萬債務 入不付出甚至沒錢繳健保費 有時還一條吐司吃三天 你跟張桃大概幾年沒有見面 幾年沒有見面 有沒有個12年以上 有 怎麼沒有 張大和包括張少涵三名子女 全都失聯 盼望他們回頭 我希望他們快樂 快樂 他幸福就有 他有一台電腦 他可能 他什麼都不會 他只會找少涵 然後一直找他的資 他這次在大陸表演 我都來有進 很好 這是我們前輩子欠他了 我這輩子來還掉了 還掉了就算了 張少涵目前在中國工作 面對張富極致的指控 尚未取得回應 有料動新聞報導 蘋果歡迎15多年 送你百元碎的米券 再抽10萬現金大獎 還有2018世紀冠軍賽門票 現在就下載台灣蘋果日報APP